天大地大 選民最大 我覺得剛剛謝宏講說要 明年不管誰當選 召開一個國事會議 那是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蔡主席 既然提出這個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不是外來政權 不是聯邦政府 那我覺得民進黨內部 似乎可以自己應該開一個會 就是湘蓉講的跟森綠對話 就是民進黨自己要凝聚共識 不能只拿這個當時的台灣 前途決議文來說 蔡英文就是那個 其實還是有差別 語意上有差別 如果蔡英文現在能夠 召開民進黨內閨會議 大家最後同意 變成民進黨一個政策 大家就比較相信 還不完全相信 如果現在只是蔡英文自己講 當成一個選舉場所講的話 大家會有問號 來 那個羅維 其實阿民當時也講過 類似於這樣的話 那後來為什麼變調 就是因為他 民進黨內部他都擺不平 那現在你蔡英文講 阿民基本上是說 我也認為他也不是都不想 只是他執政受到阻礙的時候 他就回頭尋求這些 極端分子或台獨森林的 溫暖 擁抱 因為他經常這樣 譬如他那時候也講說 我對眷村很好 我當市長 可是搞兩次他就煩了 今天的問題都是冰凍三十 是幾十年累積 你怎麼可能會 兩個月就改變呢 他就沒有耐性 就又回去了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一個要當國家領導者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就是要想辦法去終結 到底我們國內現在目前最大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 那當然假如說今天 那個蔡英文講的是真心話 坦白講我們是應該要肯定他 因為在我們以前這樣的 不管那藍栗之間最大的衝突點 都是在於說 你一直沒有辦法承認說 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事實 沒有辦法承認說 國民黨執政他就是一個 代表中華民國在 我們國民黨在執政中華民國 他一直認為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亡政府 是等於是一個流亡政府 那等於是一個外來政權 那這樣的話一個分期 每次前期的時候說 我們要打倒 就是把那個外來政權趕出去 要把那個外來什麼 就外省人就剛剛提到 什麼外省人要滾回去大陸啊什麼 那操弄這種族群 這個是我們內部 最大的一個衝突一個矛盾 那假如說我們那個 蔡英文他假如他有這個意思 他能夠去說服 所有的生意的那一群人 都認為說 現在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現在不管是國民黨 也就是在台灣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是面對著 面對著我們所謂 談的事情都一樣的 其實剛剛那個 加星談到那個薩德克巴萊 我跟他看網是這樣 他當時他有說 有兩個民族 一個是相信說 天空就是彩虹的 他說天空就是彩虹 另外一個民族說 天空就是太陽 那兩個人在那個森林裡面相遇 就為了理念不同 打了你死我活 到最後打了兩敗聚傷之後 既然發現說 我們天空是同一個天空的 那這樣一樣 我們既然是生存在這片土地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 已經是一個不能夠去把它抹滅的事實 你也不能去消滅它 那你就要去接受這個事實 那你去說服你的支持者 能夠共同來認清這一點的話 那內部團結 那你才能夠面向世界 你才能夠團結 才能夠對外 那這樣台灣才有那個 塞德克巴萊 如果他會講 他如果知道以後 他就說 你閩南人 你客家人 你外産 都也是漢人 都是外來政權 什麼 我覺得以前的立法院 有兩個立委在吵架打架 一男一女 後來那個蔡宗函 就民進黨立委下面 好高興 兩個漢人在打架 兩個漢人在打架 我說不是兩個漢人 是一個東北人 一個台灣人在打架 你要分 你要分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國慶大典 那 周美勳瞪了馬英九一眼 這個一瞪很經典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國慶金差 各個年輕 面容小好 還都穿勾叉 蓋糧勢氣袍 到馬總統旁邊遞杯水 總統服務員周美勳 上下打糧 一臉嚴肅 太個人生 只要準備好 看到總統拿了金差手中的杯水 周美勳憲是耐住性子 還要金差示意 我不用 接著馬上和總統說 這邊有水呀 有水呀 幹嘛浪費 老婆大人唸了幾句 總統很尷尬 但口真的好渴 只好硬著頭皮 把吸管拆了 還貼心的問周美勳 要不要喝 周美勳又擔起糾察隊角色 遵守愛奇舞原則的馬總統 好險沒有被看到這個畫面 原來連日行程滿檔 擁腳馬 也淚翻 肩擺慶祝 大點上 磕水蟲 走上門 趕緊用手抓抓 肩膀提神 硬士漢周公說拜拜 馬總統有hold住 過程中不斷玩弄手指 是他平日緊張時的 下意識小動作 替國家慶祝100歲生日 總統夫婦 舉手投足 勒往盡頭 夜傳焦點 這是黃鑫宇 理事件在台北 采訪報導 是有幾種解讀 一種是說 中美金很節儉 你看他今天衣服 跟去年都一樣 沒有 我有這種大點 就趕快去蹭雞 去做一個 他沒有 這是 所以很節儉 然後下面已經有水了 對不對 你幹嘛還要 而且我不喝 你幹嘛問我 那也有人講是說 人家這個年輕女學生 在那邊送水 有時候給你 你不要 有時候 你要 那學生一定很高興 回去 我今天又給馬總統一個水 他要了 他不要 說我已經有了 不知道誰放在椅子底下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 工作人員有時候滿難的 有時候人家問我 你吃飽 我其實吃飽了 吃兩口我就吃兩口 不吃他多失望 你到那個夜市去 每一個都叫你吃一口 你說我吃他了 我不吃他了 我爸 你爸 你爸爸看 對不對 你怎麼能爸 你這樣要吃嘛 所以我就談到 你怎麼看 怎麼觀察 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因為那個畫面 因為那個畫面一開始鏡頭是先 兩位志工啦 兩三位志工穿著這個旗袍 然後很開高叉 然後這次我們好像 我記得一開始 在預演的時候 就有人特別打出來說 這次有國慶正妹 什麼什麼的 然後號召大家 我相信以周美清的角度 他其實對這個不以為然 所以他剛剛是看到說 所以不應該用正妹 還是正妹裙子不該穿的 高叉 我相信依周美清的看法 他覺得說 幹嘛要穿這種服裝 你看我周美清穿的這個服裝 就是低調嘛 對不對 我就是要樸素嘛 我看唐笑容的嘴臉衣服 不以為人一樣 結果你國慶大典花了兩百 兩百八十二億 然後搞了一大堆 穿高叉旗袍的正妹 這個不符合形象 不符合他的標準 沒有話聊有八十二億 哪多虧 很多外編 兩百八十二 整個這個所謂的 建國百年的慶典 當然這個一整年的活動 那但是這一場 4月子是特別盛大 花了不少錢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會